在了解reShader的基本操作之后 我们将搜寻项目清空 在上方的滤镜选择项目之中 各位同学会发现 你有许多项目可以来进行调整 各位同学可以透过这些项目的选择 来去输出你心仪的显示效果 在这里我们介绍四个最常用的功能 来跟各位同学做一个报告 请各位同学在搜寻框中输入SHARPEN 过滤出来的选项就是像素锐化的滤镜 透过像素锐化可以让你的物件轮廓更加的明显 而且在一般的纹理渲染效果上 它会产生相当大的视觉上的差异 让人会有一种解析度又往上提升的一个幻觉 那在这里我勾选LUMA这一个锐化效果 在下方的调整项目这里 我们先做一个最极限的调整 就是同时将我的锐化强度 还有锐化的极限都开到最高 那请各位同学注意封肩人头部的变化 两个项目值都调整到极限之后 各位同学就会发现 人物的轮廓比起原本有了相当程度的凸显 那不过也由于面部的轮廓过于凸显 反而产生一种失真的情况 这也是调整锐化项目的一个两难 由于每个人的观感不同 所以滤镜并没有一个最佳的效果值 就看各位同学您调整起来怎样看得顺眼 另外如果各位同学觉得调整出来的结果 你不喜欢 你想要返回这个滤镜项目的原始预设值 在这里有个reset all to default的按钮 各位同学点选之后 系统就会问你是不是要真的还原 我们再选择yes 就会回到原始的状况了 那了解锐化项目 可以让物件的轮廓更加鲜明之后 请各位同学先关闭您的锐化政策 请各位同学在搜寻框中输入LEVELS 输入LEVELS之后 所显示的滤镜项目 就是黑白对比的选项 那我们在这边勾选LEVELS 作为我们黑白对比的滤镜 这个项目非常的明显 一勾选之后呢 各位同学就会看到 您的游戏画面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那透过这个黑白颜色的对比呢 可以让你一些搅旧的游戏 看起来有更强大的光照引擎支援 另外你也会得到更强的对比度 还有更深的阴影轮廓 由于这个项目的效果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们是建议各位同学是一定要开启的 那开启之后它下面的选项有两个非常的好认 一个是黑色所占的对比 第二个项目是白色所占的对比 那各位同学你一样可以任意的调整 那么你就可以发现了你的萤幕产生非常明显的变化 那至于怎样一个光照效果 使你想要得到的 那就看各位同学你自己的选择了 那在这边我们一样将设定值还原回预设值 并且关闭您的黑白对比政策 接下来请各位同学在搜寻框中输入 VIBRANCE 透过这个关键字所搜寻出来的政策 就是颜色饱和度的滤镜 开启之后请各位同学看选项设定值 在这边您可以一次针对三原色来进行统一的调教 或者是你也可以透过下面三个方框 来调整你的红色绿色跟蓝色的对比比重 比如说我将红色的数值放大 画面上呢就会开始明显的偏红 那由于每个游戏它的配色盘本来就不相同 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觉得有哪些游戏 它的颜色配比看起来觉得很怪 那么你就可以利用这个RGB颜色饱和度 来调整输出你想要的调色盘 那很显然这么红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效果 所以我们先还原回预设值 我知道这个频道的主题是小众 我也明白愿意花费精神去设定的人不多 但我仍努力记录在实测过程中的点滴 并转化成巨细迷移的心得分享 如果觉得本频道的影片对您怀旧游戏的旅途上有所帮助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就可以协助本频道走得更远更久 而您的赞助也将使本频道在选题方向上有更大的选择空间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调整回预设之后 各位同学就会发现刚才红色很鲜明 现在我们又改回原本的预设值之后 你就会觉得萤幕有点暗淡了 那么这个也是因为刚刚某个颜色特别饱和 所以带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视觉效果 再接下来我们一样关闭我们的滤镜政策 我们在搜寻框这边输入SMAA 透过SMAA所过滤出来的政策 就是抗拒尺模式 我们在这边将政策开启 抗拒尺模式可以调整的项目非常多 都是针对我们3D物件的边界项目来去进行修补 抗拒尺模式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模拟器 本身都已经具备了 那在这里你还要不要再额外再开一个抗拒尺 就是见仁见智的选择了 那如果今天你所要玩的模拟器 它本身不具备抗拒尺 那很明显的 你就必须要在这里开启SMAA 来补证你的图形效果 相反的 如果你所要游玩的模拟器 它本身已经有提供抗拒尺 或者是它本身提供高解析度的项目 那么这个抗拒尺 它的效果就不会很明显 因为现在的模拟器 它提高3D的分辨率 都是原生的分辨率下去乘以倍数 所以一般来讲 只要解析度调整到 够高够精密 这个时候抗拒尺所能带来的改变 就不是很明显 那以上就是我们在进行 滤镜调整的时候 最常会使用到的4个项目 分别是锐化 黑白对比 颜色饱和 以及抗拒尺 这4个选项 那当然 这个滤镜外挂程式 绝对不只如此而已 它还有很多客书的显示输出效果 像比如 COMIC这个漫画书滤镜 开启之后呢 您的画面的指质感觉 会变得非常的浓重 变成浓重的原因是因为 人物的边框 它都加上了黑色的线条 所以看起来就很有漫画书的感觉 那这些部分呢 就是看各位同学 你自己下去主意的试验 然后呢 来去得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我们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最后要跟各位同学报告的是 透过3D景深的滤镜设定 您的模拟器游戏 也可以变成VR游戏 我们在搜寻页框中输入3D 在这边呢 就会看到3D景深的滤镜 将3D景深的滤镜勾选之后 您的画面将会变成 配合VR眼镜的左右输出画面 那这左右输出的画面呢 下面有调整值 让你调整两边眼睛的对焦 还有多边形的偏差值 另外我们在下面还可以看到一个 3DVR的滤镜政策 政策开启之后 各位同学就会看到非常熟悉的交错感 这个交错感可以透过3D眼镜的解忆 变成立体的效果 这样子一来 您的怀旧游戏不但具备了3D景深 而且还是立体的输出呢 有兴趣的同学 请自行勾选来加以调教 接下来我们关闭模拟器 回到档案管理员 回到档案管理员之后 请各位同学再一次的开启 ReShader的安装程式 在一开始安装的过程之中 我们曾经跟各位同学说 下面这一颗Volken全域设定的按钮 我们将它忽略 现在我们来跟各位同学 补充说明这颗按钮的功能 我们刚才的练习之中 是针对PPS SPP 来进行D3D11的滤镜渲染 那这一个D3D11的滤镜 将只对PPS SPP 这个模拟器进行影响 那由于我其他模拟器 并没有安装 Reshader的这一套程式 我这边开启 幼职EA版 那在这里呢 我先检查一下 我的幼职模拟器 它的渲染器是哪一个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呢 我目前幼职模拟器 EA版的预设的渲染器 是Volken 那这确认好以后呢 我们按OK 关闭模拟器 那这时候呢 我们再看下面这颗小按钮 告诉我们的是 Volken的痊愈设定 什么叫Volken的痊愈设定呢 我们先点进来看 小按钮进入之后呢 它只有一个问答 它只有一个选项框 问我们呢 是不是开启Volken的痊愈设定 后面还刮无血哦 会影响所有的Volken游戏 换句话说 你一旦勾选了这个项目 你所有的Volken游戏 都会自动挂载 Reshader这一套外挂程式 不再是像我们刚才的 让Reshader只针对单一模拟器 产生效用 这个差异很大哦 所以如果在这边将它开启 那系统会先给我们一个警告 说呢 这个呢 将会影响你所有的Volken游戏 你是不是真的要这么做 我现在答是 开启了Volken痊愈设定之后 这个时候我在开启 使用Volken作为渲染器的游戏 比如柚子模拟器EA版 进入游戏之后 各位同学就会发现 您的游戏抬头上面 出现了Reshader的功能按钮了 这个时候你在按Home键 的确 我们已经进入了Reshader 这个套件选择项目了 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你想要针对某一款模拟器 进行Volken的Reshader挂载 那么将不会只影响单一的模拟器 而是会将你所有使用Volken 作为渲染器的游戏 同时都会挂载这个濾镜项目 如果你想要取消 一样再开启一次安装程式 再进入一次全域设定的选项 将简核框取消掉 之后关闭设定程式 这样一来你所有的Volken游戏 将不再挂载宇薛尔这个外挂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内容 各位也赶快来实作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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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李宗盛